Hello,大家好,欢迎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说实话,我确实没有看过《长津湖》这个电影 但是我知道它里面说的是抗美援朝的战役 到了今天的现在了,中共依然还在美化这场战争 并且它把解放军受的罪变成了一种宣传 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他们害的 但是他们把它美化成了一种很必要的一种牺牲 然后就要所有的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感恩 甚至他们怀着一种自己现在能吃饱饭 所以会愧疚的这么一个心态 这样教育绝对是错的 因为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变成一个整天 不但道德绑架自己,还要道德绑架别人的一个人 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共非常喜欢让中国人产生愧疚心理 就是我最开始非常不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按照中共的说法 它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后代来过更好的生活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 所以感恩当然是必须的 我们也是应该要感恩的 但是总是让他们产生这种愧疚的心理 他们是想图什么呢 就是他们总是让现在的中国人全部 从出生开始就从心理上就觉得是欠了前人的 然后所以说每一口这个热腾腾的米饭吃到嘴里面都会成一种像罪国一样的存在 然后呢我就仔细想了一下 我就觉得中共可能依然是为了活得这个政治合法性 也就是它想要得到中国人打心眼里来的认可 但是因为它没有 所以它需要去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模糊这个概念 因为当现在的中国人全都觉得自己欠前人的时候 欠那些劣势的时候 人嘛会有这个补偿的心理 那么对待中共的整个容忍度都会提高非常多 现在的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抗日战争是谁打的 他们是真的没有去思考过 他们真的没想过 因为中共从头到尾都在故意模糊这个事情的概念 它就变成了都是中国人 然后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正统 所以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中共合理继承所有的一切 反正都是中国人打的仗 那个时候不分你我了 那中国人现在感恩的就会变成谁 就会变成合理继承中国人一致的中共 所以中共它不但模糊了抗日战争 它还模糊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概念 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概念 国民党很烂很垃圾是必须要推翻的 就是在共产党的眼里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中华民国的合理继承者 大家可以发现 中国中共现在的每一次对外的发言 从来不提中华民国 全部都是台湾 都是台湾当局 或者是台湾当局的那个党派的名字 他们是绝对不提中华民国的 是一个字都不提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提 就是故意要把这个都给分裂开 就是区分这个台湾啊 还有各个党派跟这个中华民国的关系 抗美援朝其实真的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这就不再赘述了 这场战争 中国当时实在是没有参与的必要 它就活生生的是害死了那么多人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中共它是想要怎么样的了 而当时的这个西方的人 他对于共产主义呢警惕性也不足 不知道他们会可怕成这个样子 就是会把全世界会把人类都给折磨成这样 不然的话 我想西方世界应该也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 那长津湖已经上映这么长时间了 在这个时候还要组织学生去 我觉得现在可能持续性的洗脑攻势是越来越夸张了 那我其实是比较幸运的 我在上学的全程其实是完美躲过了这类的洗脑活动 正好就是掐头去尾了 基本上没有组织看什么解放军表演啊 感恩国家呀之类的这类的影片 但现在已经是根本停不下来 我真的是有点服气的 不是有大约现在一万两千名朝鲜士兵 被派到了俄罗斯那边去吗 然后乌克兰他就发了一个视频 干嘛呢就是劝祥的视频 而且真的是非常了解朝鲜 打蛇打七寸 他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朝鲜人的命脉 在视频里面承诺他们 投降之后一天三顿都能有肉吃 里面呢有说说你们会被安排在温暖的房间里面 而且我们会提供一日三餐 里面会包含肉和新鲜的蔬菜之类的内容 我其实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劝祥的视频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给你吃肉你过来投降吧 朝鲜承诺自己人民三十多年三代人了都没做到的事情 乌克兰这边是立刻就可以给他们提供的 我不知道朝鲜士兵听到或者看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 可能会逃跑更多人吧 最近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者 他其实就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震动 虽然中共现在是绝对不能宣传他们的 甚至还对他们的书据说进行了一些删减 其中有一位叫做詹姆斯·罗宾逊的经济政治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里面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总结到了一个他自己分析出来的看法 他觉得说一个国家如果他经济非常不行 人民过得非常困苦的话 其实不是怪资源人口地理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那个点 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 我觉得这个论点可能直接让中共朝鲜之类的 就汗流浃背了 所以往年在中国总是最受关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因为中共他不太敢让人知道 不太敢让人去看 所以说就没有宣传这一点 宣传的是文学奖 因为在骂 这本书的中文版 据说有删减 我是没有去看中文版的 所以我不清楚是否真的删减了某些内容 我只能说 中共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确实整天就是在装死 而朝鲜肯定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金三胖你说他还是美国留学回去的 但是很显然 跟他们自己个人 只是个人的幸福比起来 这个国家的其他的什么几千万人 几百万人 或者几个亿的人 都死光了 可能也不足惜吧 它是每天就是会发自己在失业之后呢 就是蹲在楼道 然后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就是做了些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拍成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我去他的主页看了一下 首先他是极度排斥露脸的 因为他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他的家人刷到他 有人猜测 他现在是不是就是每天在楼道里拍一些视频 然后想要做起来这么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就找到了新的赛道的意思 我看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粉丝数量是3832个 并且他把所有高赞高播放的就是十几万啊几万的那种点赞的那个视频 全部都被他删除了 所以如果你点击他的主页 现在看到他只剩下14个视频了 所以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有做自媒体的想法 但是就算他真的有能不能做起来 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那这个视频能引起很多人共鸣 并且他之前能得到那么大的一个观看和点赞量的原因的是 在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表示自己跟他一样正在蹲楼道 试令我蹲了一个月 不是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呢 咖啡厅点杯咖啡我做半小时就感觉电影在屈屈我 网吧待一天最少100 最近才开始蹲楼道 挺省钱的 只要吃个午饭买包烟就行 就是没法充电 我是真蹲楼道 等我妈走了再回家 假装上班 编不下去了 就说辞职了再找 如此循环了三年 现在还在继续 辞职三年了 不敢告诉家里 工作日的时候就去citywalk 不开玩笑 整个西安都快被我转变了 昨天刚离职 早上假装上班 现在各公园 135 上午6公园下午肯德基 24 上午商场楼梯下午肯德基 已经坚持一个多月了 图书馆啊 我正在去的路上 有水喝 能充电 有位置坐 不要勤 然后呢这个视频主 也下面不停的有人提示他说 你为什么不去这个图书馆 公园 甚至商场里面 我大致看了一下啊 不选择的原因 可能是他去家附近的这些地方 会遇到熟人 那可能就立刻就被拆穿发现了 如果他选择去远一点的地方 可能又不太方便 而且这位视频主 他中午是回家吃饭的 所以他应该可以解决洗手间啊 喝水之类的问题 高楼的楼道里 一般都是没什么人的 就楼梯间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有电梯了 所以除非是二楼或者三楼 稍微高一点 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坐电梯 除非你遇到非常特殊的情况 像停电啊 电梯要维修啊 之类的 才会选择爬楼 所以呢楼道可能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蹲守的位置了 而这位视频主他最新的一期视频 就是今天啊 刚刚发的里面他写到怕了怕了 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我只能说现在中青年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 失业其实已经开始是一个蔓延的一个状态了 不只是青年找不到工作 失业率现在也是 我觉得应该也蛮高的 就是如果按照真实的数据来说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因为害怕家里人 我觉得以后啊 呃 中国没有家里蹲了 就只剩下这个楼道蹲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播内容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也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会看到会员专属的最新的收集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出于安全考虑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